哈喽,OK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卓格拉 那么呢,我们的频道呢,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风水啊 还有生肖的应成啊,还有一些就是说生活上面的大小事 就是说,我们日常里面我们会用的东西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家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任何的一个环节的话呢 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到我们发布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哦 OK,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下 2020年呢,属鸡的朋友们的这个运势到底是如何啦 那么属鸡的朋友们呢,今年因为遇到这个破胎税的这个影响嘛 所以基本上的运势来讲的话呢,都是属于比较低落的 不管在事业啊,在财运啊,在爱情啊,在这个健康方面呢 都有下滑的这个迹象哦 那么在所有这个运势当中呢,财运呢,是跌得最严重的一个运势啦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2020年的时候呢,属鸡的朋友们呢 你们要多注意在于财的这一方面来讲 因为2020年的这个求财的路呢,是十分不顺畅的 无论是在正财还是在偏财还是在你的投资的方面来讲的话呢 都会比较难有满意的收入 那么如果说呢,你不好好的去这个理财来讲的话 去调整你的这个运势来讲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到年尾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到,哎,你的钱财的方面来讲的话 可能就会有入不敷出的这个情形啦 那么也在这里提醒属鸡的朋友们的切记 因为看到财运这样子哦,急功近利而就大额的投资 这样子的话,反而会让你造就了更大的破财的格局 所以在这里呢,建议属鸡的朋友们呢,要脚踏实地的 去赚取你应该要赚取你的财富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四月运嘛 四月运来讲的话,在属鸡的朋友们在2020年呢 其实呢,也没有说太过差,也没有说太过好 那么呢,最主要呢,你要把重点呢 就是放在这个人脉的关系的这一方面 那么在四月得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的时候呢 记得要抱着感恩之心哦 对于那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人 尤其是对你那些陷入困难的朋友 在曾经有对你帮助 要保持这个感恩的心 但是在感情运方面来讲的话呢 在2020年属鸡的朋友们呢,其实又还不错的哦 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呢,就可以看到的是 当生属鸡的朋友们呢 经常呢,会受到不少的异性朋友们的这个表白 还有这个追求 建议呢,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以免让幸福擦肩而过 需要注意的是,属鸡的人呢,不易花心 更不应一脚踏两床 否则呢,将会有更多人受到伤害 那么在健康的运势来讲的话 2020年属鸡的朋友们呢 因为受到破胎税的这个影响呢 哦,是不容乐观的啦 所以说有很多小病小痛呢,都会在困扰这里 那么最主要呢,就是保持这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面对你的生活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2020年属鸡的这个运势的这个解剖哦 跟C的这个讲解啦 那么最主要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你的健康 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健康的这个心呢,是只有一颗心的 尤其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的方面来讲 由于这个生活啊,还有这个事业啊,还有这个职业啊 资产之中来讲的话呢 为你带来很多这个不安焦虑 还有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况之下 导致到你的身体呢 因为你的情绪而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 那么各个年龄层的这个属鸡的朋友们呢 其实呢,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压力的存在啊 比如在学习啊,做工啊,创业啊 或者是家庭啊,都有不同的压力的存在 所以要懂得如何去缓解你的压力 如何去示范你的压力 这样子的话,自然而然呢 你的病痛呢,就会减少一些 那么在2020年呢,属鸡的朋友们呢 要格外的注意这个人生的安全和生命的安全 尤其是经常出差的属鸡的朋友们 在这一点呢,要多下一些功夫哦 所有的事情呢,都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首要考量 那么呢,你们就可以避免一些意外的发生 那么在属鸡的女性朋友们来讲的话呢 今年呢,你们要格外留意的就是你们的皮肤啦 尽量呢,少吃刺激性的食物 比如辛辣啊,霜咸啊 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刺激性的一些酒类啊之类这样子的 那么这一些呢,就会导致到你的皮肤上面哦 容易出现一些的问题啊 比如溃浪啊,神经春斗啊之类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2020年属鸡的女性朋友们要多注意啦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在2020年属鸡的朋友们的感情运势啦 那么鸡有受到破太岁的影响来讲的话呢 他的感情运势呢,是可以得到二薪的 那么在2019年来讲的话 其实在2020年属鸡的朋友们,你们的感情运势呢 是有稍微有一些提升的啦 那么呢,桃花部分来讲的话呢 也是相对会比较旺盛 那么在2020年属鸡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这个本身的素质啊 还有你们的心理的状态啊 可能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你就会比较容易吸引到 对你有兴趣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有质量的人来到你身边 那么呢,你就可以小心的损责 就会得到你真心想要得到的另外一棒啦 那么当然,主动剩余这个被动嘛 如果说你可以主动的 展现你自己本身的这个魅力 那么当生的手机朋友们呢 在2020年呢,自然而然就有望 摆脱这个当生这个局面啦 那么如果说手机的朋友们呢 如果你们有心仪的对象 那么主动触及自然而然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啦 主动常点约对方出去外面走走啊 一起聚餐一起吃饭来讲的话 增进你们彼此的感情 那么就有望更上一层楼 拉近你们的距离 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手机的朋友们呢 就是在这个追求这个心仪的对象的过程中呢 切记太过于心急 那么当这个心急过头的时候呢 就会让人家感觉你很轻浮 这样的情形的话反而会带出这个反效果啦 那么如果已有对象的这个鼠机的朋友们呢 在感情方面来讲呢 反而是有一定的这个危机的啦 那么有可能是相处久了 缺乏一些的新鲜感呢 就导致到有一些情况会出现 就好像分离啊 分手啊 之类这样的情形 所以鼠机的朋友们呢 在这一方面呢 多去下一些的功夫啊 可能就会让你们的感情呢 保持这个新鲜度呢 又会再拉回来 恋情呢 又会回到 诶 当初初恋的这种感觉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2020年鼠机朋友们的这个事业运势啦 那么在事业运势这里来讲的话呢 鼠机的朋友们呢 也是可以得到二薪的啦 那么在这个运势方面来讲的话呢 鼠机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它的发展呢 是比较平稳的 在工作方面来讲的话呢 鼠机的朋友们呢 偶尔就会遇到阻碍啊 遇到这个困难 那么平时鼠机本身们的这个智慧来讲的话呢 都能够迎刃而解的所有的问题 再加上一些啊 同事啊 还有说身边朋友们的这个帮助来讲的话呢 自然而然是事半功倍哦 那么在个别的这个 鼠机的朋友们的身杀来讲的话呢 由于工作能力哦 还有这个工作的效力的表现来讲的话呢 会得到上市 会得到同事们的这个欣赏 那么就有望生责加薪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鼠机的朋友们在2020年的时候呢 要积极的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 但是切过于心急 把细节东西搞好它 那么你就有可能在你的这个财运上面呢 得到一些的提升啊 但是呢也切记 不要因为自己得到上市的赏识哦 得到这个职业的提升 加薪来讲的话呢 而过于的自傲 我们还是必须要学会虚心求教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让你未来的路呢 会更好走一些 你的身份呢也得以提升 太过于表现自己的时候呢 虽然说是可以吸引到上师 或者是领导层注意到你 但是也会引来这个同伴 或者是朋友们 或者同事们的这个眼红 所以说呢在这点来讲的话呢 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 所以呢在这里呢 也要处理好自己本身的这个心态 所以在人处事方面来讲的话呢 就要多当代 尽量拉低自己的这个 自傲的情况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让你在人事方面来讲的话呢 得到一个比较融洽的 比较容易呢 就融入一个群体里面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2020年属鸡的这个财运啦 那么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 它的财运的滑落呢 是十分的严重的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它只能够得到一颗星的哦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要提醒这些做生意的 这个暑期的朋友们呢 要非常的小心 由于这个思想呢 可能会受到这个破坏性的影响 所以导致到思绪呢 是有点的混乱 所以在这个处理事情上面来讲 或者是在投资上面来讲的话呢 就可能会因为混乱的关系呢 导致到你做错了决定 而需要损失一笔大笔的这个金额啦 就算呢 是在这个事业上面来讲的话呢 有赚到一定的财富来讲的话呢 也有可能哦 盖不回你所损失的这个金额 最好呢是能够多听取身边人的这个建议 或者是处外寻找寻找新的这个突破 才能够打破这个僵局 那么在外出差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身体的人身这个安全 以防万一呢 因为这个人身的安全呢 导致到你的破财啊 漏财啊 这些的状况的出现 由于你这个身体如果受到伤害的话呢 生命受到威胁的话呢 也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财运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 也要提醒手机的朋友们呢 如果有在外出差呢 也要非常的小心 在于人身的安全 那么不管在任何的投资也好啊 在合作伙伴方来讲的话呢 都必须要谨慎小心 尤其是在合作伙伴的这一块 那么手机的朋友们呢 不要因为说 你的合作伙伴跟你很好 那么你就放松警惕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来讲呢 分分钟就会因为这样子 而遭失了这个财务的损失 那么除了遭受财务的损失之外呢 也有可能遭受到无辜的这个背叛 反目成仇 大家就成为敌人 那么这个人事方面来讲的话 也会直接影响到 接下去的发展呢 可能就是一筹莫涨 也会损失大笔的金钱 简单来说 2020年属机的朋友们呢 财运呢是非常的不好的 所以呢 不要有太多虚无缥缈的想法 脚踏实地的做工呢 才是上三策啦 so以上的视频呢 就是为大家分享一下 2020年属机朋友们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要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给你们身边属机的朋友们 那么还有订阅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 还有我们的Instagram 当我们发布新消息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同时收到我们的信息啦 谢谢大家